镜头来到秀林乡民代表会的总执行议程 第22届的第二次定期大会 秀林乡民代表王神刚、白敬文、王泽远 针对了木骨木鱼观光发展、入口一厢设置等议题 提出多项的建言 希望公所团队能够做好规划和部落沟通的工作 发展地方的观光,让部落社区更加美化 秀林乡民代表会第22届第二次定期大会 秀林乡民代表同学们则是把握自己的时间 针对同学们榮树社区花色景观区 社区入口一项以及榮树部落土石流清除一案 提出多项建言 是不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努力 然后站在我们可能就站在沟通的角色 然后来去跟地府来协调 我记得我们去副主席也都有去努力过 那我觉得发现这里面有几个癥结点 是在我们的族人那边好像有一些误会 或许他对行政单位因为不理解 还有他的程序不懂导致他们会有一些偏见 南区的那个部落啊 通通关的榮树部落他们反应比较热 但我也认为这是好事情 代表他们在意嘛 关心这个议题嘛 只是我们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沟通 跟不要让他们就像我刚刚说的 不要让他们有一些误解这样子 我认为有时候一种错误的讯息在部落 很容易会被带风向 然后越来越好像鸡飞城市 当周面都不知道到底哪些是对你还是错的 然后这条路要到公所的这条路 本期在这里是觉得做的不是没有那么的漂亮 因为他那个漆啊或是一些他那些栏杆 其实我本期这里是觉得说有有爱观赞 做的不是很好 我想说欢迎入口印象的部分的话 因为是到毕竟是到我们公所 公所的话就是很多人会过来 我想说这一块的话是公所这里可以做一些那个规划 和平村和中部落 那个围墙规划 这是从舒拉台风到现在 我想应该也是十一年 拜托乡长我再次的拜托 你再帮我到中央要的经会 因为我们的村民 我都跟他们报告 我说乡长他一定会帮忙 为什么 中区南区北区都已经那个 从水源 他们的那个围墙就很漂亮 乡长我们可以也向代表会同我们进行说明 我想这个声音他是为了问题 他们希望那个统功能不能带走 那个不行 我们有问过 会长也有跟我们报告过 那个算是都共产 与法不容 我也希望啊 他要给他有些方站得非常好 有些方化能才很好 但是就是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再有其他的声音 其实我们代表 会代表声音 你直接跟科长 直接可以来接触我们的工学 政府只要 只要我们的部落会议同意之后 政府就会协助我们建立 化设 以及委托的作业费 一共是196块 然后我们也会请 专业的方位 来做 来做协助我们这次的化设 修论音下面代表会 从11月1号开始进行乡镇主咨询 大家做好各部落议题的内容 这代表会期间提出多项建员 并且做好监督的工作 来为地方发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